大家好 昨天晚上来这边抓鸡的时候 不小心这个三轮车陷下去了 整个那边一个轮胎都弄到那个坡下面去了 我们两个人搞不起来 刚才借了牛老板的车过来 两个人搞不起来 然后叫了我表弟过来 他等我会过来 看一下三个人搞得起 三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一个在后面 一个在后面使劲按 把他抬起来 两个人在三轮车上面 一个拉 一个扶 扶这个这辆三轮车的方向 现在我大叔过来了 估计我感觉有点悬 三个人应该是搞不定 然后等我表弟过来 就四个人 看一下四个人能搞起来 搞不起来了 就要想别的办法了 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辆三轮车这样 这里是一个陡坡 这样 现在我叔过来了 靠近一点 我老叔一过来就说 起不来 起不来 看他凭你多年个纪念 把前面偷的熬 在这里 你过来就应得起 还快要老文费来 老文费来 现在我表弟过来了 靠近一点 坐他 靠一扬 真的要靠一扬 不是靠一扬 不是靠一扬 哈哈哈 摘不出 摘不出 你先靠一扬 麻烦我估计搞不起来 四个人也搞不起来 不拍了 要弄了 现在这个三轮车 终于弄起来了 四个人都在后面抬 视频就没拍了 拍不了 不好意思 没有华仔 赶紧吃个鹅肉 昨天都喝多了 现在三轮车已经弄起来了 然后也回家了 现在这边在开始杀鸭子 给大家瞄一下 鸡都杀好了 这边主要杀鸭 这里面都是鸭子 今年这个鸭子 是杀的最后一批了 然后还要鸭子的话 那就要到年后了 差不多明天或者后天 这边就停快地了 然后发完这些鸭子 差不多就 今年就到此结束了 没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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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没有